今年夏天,迪丽热巴和杨幂强势罢评,由迪丽热巴和邓伦主演的《一千零一夜》更是获得超高点击率,毫无疑问成为最近最火的电视剧之一。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小编一样,刚开始都是冲着迪丽热巴和邓伦的颜值去看这部剧,但是最后却被剧情吸引,随着剧情的发展,也迎来了最精彩的部分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莫南为复仇与白海正面开战,利用他童年的阴影,想要白海在颁奖礼上出丑,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白海已经被007的爱治愈了色蟒,计谋没有成功的莫南, 在去找了白海的心理医生以后,又知道了白海之所以不怕火,是因为他找到了新的情感寄托,想要他再次患病,就得让007抛弃他,得知了白海的致命点。 莫南就用白海的公司威胁007离开,在白海公司面临倒地的时候,007毅然决然地离开白海,看到这么虐的剧情,观众也是大哭受不了,都知道在前面的剧情中, 白海和007简直就是各种撒糖,非常甜蜜,再加上007花了大半不拒的时间才追到白海,对于两人撒糖,观众也是盼望了很久,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虐了,不过相信很快两人又会复合。 在剧中的两人简直配脸,不少网友也是将这种期望寄托在了现实中,非常希望邓伦可以和迪丽热巴在一起,而在1001页邓伦的专访中,邓伦也是大谈自己对热巴的感觉。 在采访中,邓伦也说热巴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,会很主动地和他搭戏,然后两人合作也非常愉快,还谈言自己还有一点和热巴很像,就是都有点害羞。 谈到热巴害羞的时候,邓伦还特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在之后,邓伦也说出了自己对另一半的标准,就是没有特别的标准,还是看感觉。 看了这段采访,不少喜欢看1001页的粉丝直接炸了,觉得两人好像有戏的,虽然到目前为止,两人都没有互关微博。